两人说得是真是假 我们无从主知 所谓当局者迷 旁观者亲 为了进一步了解事情的真相 我们请让他们二人共同的朋友 嫣然 希望他能够从旁观者的角度 来分析他们的爱情矛盾更软 但是嫣然的第一句话 就让现场所有人大为吃惊 我今天来不是站在学的一场上说 我是学生来穿那么分手的 因为我觉得 薛先生今天选择模特这个职业 就是他如果喜欢这节目 就应该去支持 你觉得他们不合适 对 仅仅是因为浩武不支持他去做模特呢 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是 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在一起了 我不能尝试着再继续恋爱一下 先不着急结婚 为什么劝他们分手呢 因为浩武在毫不了解 宣众的情况下 就和他在一起 我想问一下嫣然 你怎么就知道 我们俩在毫不了解的情况下 就在一起了呢 因为你知道吗 宣众和我宣众你俩做的事情 他很疯狂地就爱上了你 而你了解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 是宣众刚刚分手吗 因为就因为你不了解 那个时候宣众真的很 他以前的事我觉得不重要 但是你既然觉得 你以前的事不重要 那你想过 你不了解你如何去体贴他 如何知道宣众想要什么呢 那个时候你刚刚和他相见的时候 是他刚刚和前面有分手的时候 而那个电影院 是他前面有车面带着去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你刚刚好弥补了 他到这一个空去 所以我真的很心疼他 虽然那是在我的空窗期 是刚跟男朋友分手的阶段 但是不代表我对浩鲁的感情 是不经过思考 不加考虑 然后我就茫然地冲动地爱上他呀 我觉得我不是说 我对这份感情不去认真 不去像你说的 好像我好像很冲动的 我们俩就卡在这份领案 我觉得我很不账同 原来我不账同你这么说 但是你想过你和前几个男友 是为什么分手吗 是因为你的战友人和控制 真的很强 你完全没有过给对方任何空间 所以说对方都很想的是逃避 而不是选择和理解你 其实说对方再有错 但是想不想你的战友 真的感到很可怕 杨阳你今天来就是希望 看到我们俩分手的是吗 苏华秀 命差十座鸟 不破一周婚 可作为好朋友的艺人 需要劝浩鱼和薛薛分手 而她的理由是浩鱼和薛薛 对对方都不了解 这个理由未免有些倾强 同时也遭到了浩鱼和薛薛的一句反对 为何好朋友要拆算他们的爱情 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 调解嘉宾 对此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你们之间不是爱的问题 你们之间是爱的方式的问题 是因为你的爱的方式 他不能够接受 而他的爱的方式 你不能够接受 你们学着对方能接受的爱 去爱对方 如果这个学不会 放一放 那你们看一看 这个爱失去 你们能不能够接受 如果这个失去爱 你们不能接受 那你就会学着 去用对方能接受的爱 去爱对方 如果说把这爱放一放 你们觉得这爱 不值得你们去改变了 那这个爱就放走吧 我不同意 我认为你们两个人 又继续走下去的这种空间和机制 其实刚才这一幕 恰恰证明两个人相互爱着 但是有一点 我感觉你们两个人 对相互的自由空间问题上 出了一点问题 因为 郝宇一定有点不知道 恋爱中的男女 他其实 最喜欢 在恋爱中的女人 他最喜欢琢磨 越琢磨 越说越坏事情